教室对杨基系列赛的最终战 双方推出王牌打笔修友和Gary Cole正面对决 光看名字大家赛前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精彩的投手战 想不到两边的先发都状况连连 第一局分别被打出杨春全力打失掉一分之后 二局上半Cole的控球又出现状况 先保送金赫诚之后被倒垒成功 接下来Arzoka急出中间方向的安打 金赫诚快马加鞭回到本磊得分没有问题 只是这时候杨基的手背居然乱成一锅粥 被热的挥传球传到本磊后面 打击Arzoka一口气跑上了三垒 然后东刚不知为何居然往三垒传 结果又传到了左外野去 一只一蕾安打居然连绕四个垒包 让教室一下子取得三比一领先 不过很可惜打笔修这边的状况也少不了 三局下半出现本季最大的一波乱流 被杨基乱棒给打爆 今天只投了2.2局狂狮七分 演出本季最惨烈的一翼 虽然说教室在七鱼上半 靠着Odo的两分炮追回两分 随后金赫诚和Grishan接连安打 再靠着Arzoka的起初的滚地球 造成野手选择追回三分 不过无奈落后的分数已经相当巨大 最后依然是无力回天 中场阳基10比7痛击教室赢得主场系列赛 扣本季六胜依然未尝败机 打笔修不仅吞下第四败 四位分率还暴胀到了4.61 三位分率还暴胀到− 三位分率还暴胀到嶺 三位分率费猛 二位分率还暴胀到 三位分率还暴胀到 三位分率也暴胀到